中国近期为了打压台湾 频频施压国际各大航空公司 要求将台湾改为中国台湾 包含加拿大航空 马来西亚航空等多间业者纷纷屈服 根据澳洲最新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把控制国内人民的 社会信用评级系统 拿来惩罚国际企业 那些不愿矮化台湾的企业 都会被扣分 同时还被威胁 可能送罚办 澳洲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今天公布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政府不只用社会信用评级系统 控管自己的人民 还把手伸向在中国经营的国际企业 澳洲智库学者霍夫曼表示 从今年初开始 所有在中国拥有经营执照的企业 都必须取得长达18个数字的 社会信用评级代码 而中国当局今年4月 已经透过这套系统 对澳航以及其他航空公司 祭出惩罚 中国当局表示 这些航空公司 因没有正确标示中国领土 所以信用记录会被扣点 还可能面临其他法律责任 例如违背网路安全法的相关罚则 文中指出 日本企业无印良品 因为在产品包装显示中 把台湾列为国家而被罚 回归事件已经被记录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而现在社会信用 也特别用在对国际航空的 评比系统中 霍夫曼表示 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 透过信用评比系统进一步增强 中国在国际间的影响力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